大家好,我是Zini庄,硅谷居商,房产专家,居家和商业地产都可以找我哟 购买美国房产,遭遇违约,该怎么办? 如果是代表买方的经纪人 假设买主有其他原因,想要取消已进入Escrow的房屋时 经纪人要协助买主仔细看清楚 卖方在合约上写明的一切审议日程 比如说买主有权在几天内,请房屋检查专家详细地检查乌矿 乌矿有问题严重到买主不能接受,可以取消购买 卖方也退还买主所付的定金 买方如果贷款条件不够被银行拒绝 美国法律保障贷款人的权利 买主因为贷款不到,亦可以取消购买 但这种情况,有时候买主所付的定金会被没收 合约条款上所记载的,经纪人必须要告诉买主 特别是客人购买全新的房子,或者是在非常竞争的环境之下所写的合同 大部分都是没有贷款违约这条的 建商通常会加载贷款不通过时,没收定金这一项 经纪人若经验不够,或者是忽略了这个条文的细节 这个买卖就要出问题了 房屋买卖交易期间有长有短 但合约上会写着期限 从Open Escrow起30天,45天,60天都有 买方经纪人要了解买主申请贷款的最新状况 需要贷款购屋的买主 经常因为提交给贷款机构的文件不符合贩款要求而拖延 身为经纪人一定要在交易期限日期内书面取得卖方同意延长交易完成日 有些卖主会以买到另一栋房屋为由而延长售屋成交的日期 如果买主同意,卖主可以安心地继续住在已寿之屋里面 一位称职的美国房产经纪 应要求卖主提供期限 更理想的情况是要求卖主付给新买主房租 并且呢,另写以月为期的租约 以免除这个卖主赖着不肯搬走 参与